嗨 你好 我是劉奶爸 这是第三集 这一集我们再来讲一下 从网络行销的第一步骤流量开始 从流量里面又衍生出非常非常多的内容 就是流量到底要从哪边来 我们再把这个新制图把它点开看一下就知道 从流量里面我们再把它点开看一下 刚有讲到官方网站 网站、部落格、Facebook、Google AdWords、Youtube 还有Line的动态 Line Ad或Line的动态也是 或是IG、Instagram 现在年轻人比较会玩的IG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社群软体实在太多了 讲不完 然后在这个官方网站里面 我们再把它点开看一下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时常去更新最新的消息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 有些网站 你今天去他的网站之后 然后你看到他在卖的东西 你有兴趣 可是呢 你不晓得这个东西到底还有没有在卖 这时候呢 通常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先去确认一下他还有没有其他的 比如说他有没有其他的网站的连结 像底下可能会有一些Facebook的粉丝团的页面 那我就可以点击那个脸书的粉丝团页面看一下 他脸书的粉丝团有没有更新内容 如果他的网站都没有在更新的话 我就会这样去看他的其他连结 看他有没有更新 如果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有更新的话 我就害怕 这家我就不放心了 这家这个网站的经营者到底还有没有在经营 因为我们常碰到一种状况 就是那个网站好像摆在那边已经一整年了 然后也没动过 或者是好几年的内容也不曾更新过 那搞不好公司都已经收掉了 可是因为网站的的那个时间还没到期 所以网站还继续存在 这个例子在部落格常常看到 有些公司有部落格 免费的部落格 因为免费嘛 所以就算是没有时间限制嘛 所以他就算公司收掉了 部落格还一直存在 所以这个要小心 所以你要让客户你要反向思考一下 站在站在你你是客户的立场来想这件事情 我今天看到一个网站 如果这个网站有常常在更新 去update他的资讯内容最新消息 那我就会相对的放心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让客户对你感到放心 你就要常常在你的官方网站上面做更新 那一般官方网站其实都有一个最新消息的功能 如果没有的话 至少你要把你的首页改一下 改一下你的最新讯息的内容 让人家知道或者是在旁边标注一下日期 像部落格他的每一篇新的文章都在上面 对不对 然后都会标示那篇部落格的登出的时间日期 对不对 那通常呢 我会把一个官方网站的部落格功能 放在首页 这是最新消息 把它放在首页 通常如果你没有其他部落格的话 我就会建议你这样做 那像我自己 我是有一个infobox.com.tw的官方网站 基本上首页我是没有什么在动的 但是呢 我还有另外一个 流奶爸网络创业私密日记的部落格 那个部落格的更新频率就非常频繁 一个礼拜最少最少会有1到2篇的文章 会update更新 然后自己的官方网站呢 我只会去更新我的课程的内容部分 所以一般你可以看一下我这边 这是我的官方网站 那通常呢 我这个官方网站首页我不太会去更动它 但是呢 我这边都会有一些连结 像这个书籍的连结啊 然后杂志的连结啊 不好意思我有睡无假的习惯 今天没睡 我刚刚讲什么 上面这边 懒人包系列课程 这边点进去之后 我底下这边就会 时常去更新我的课程内容 像最底下这边写 2017年现场课程规划 请点击观看 点击之后 还有2017年的教室规划等等 所以这些东西我会去时常去更新 因为我知道 大部分的人他们会想要去看这一页 懒人包系列课程 为什么 因为这个网站后来有技术器 我可以看到哪一页被翻译的频率比较高 所以官方网站 然后我的个人部落格 就是你搜寻流奶爸就可以找到这个个人部落格 这个部落格呢 底下 因为他因为这个部落格 他可以设定某一篇当成那个首页 当成那个最上面的文章 置顶文章 那我把去年12月登的这个置顶文章 我已经快一年了 去年12月刊登的这个置顶文章 这篇TVPS专访的文章 放在我的置顶文章 最上面的文章 然后底下呢 你看11月22号 今天是11月23号 这是昨天登的文章 所以我每个礼拜 几乎都会刊登一到两篇 这11月15号 至少一到两天每个礼拜去刊登 然后我的部落格 右边还有我的这个脸书的粉丝专业 这个都是你要时常去更新 然后你的Facebook 你的脸书 你的Facebook本身你也是经常去更新 像我脸书不用讲 脸书一定是每天都去更新的 那要让人家知道你这个人确实存在 而且是时时在更新你的网站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个人的官方网站时时去更新 部落格时时去更新 然后部落格里面呢 其实他有 部落格其实好多平台都有提供部落格 那有免费的有付费的 然后你可以使用几种部落格 我这边介绍三种就好了 一个是Google本身的部落格 他叫做Blogger B-L-O-G-G-E-R 他叫Blogger 免费 没有广告 然后第二种是我目前在用的 就是Wordpress的部落格 Wordpress的部落格又分成两种 一种叫自行架设的 这个叫Wordpress.org 可以去把它下载回来 再上传到虚拟主机去自行架设的 那他就必须自己维护 访客啊 那个駭客入侵啊 干嘛的 备份啊都要自己来 那另外一种是免费申请的 就是Wordpress.com Wordpress.com就是我刚刚的这个 我自己的Blogger 这个有没有 Wordpress.com 然后前面呢 是加你自己的名称 所以我就是 流方域.Wordpress.com 这是不用钱的 那你也可以付费 让他把广告拿掉 他广告 在每篇文章的最下面 广告不多啦 不会像匹克邦一大堆广告 然后国外的 为什么我会用国外的Blogger 其实我是怕他 台湾的Blogger 比较容易说倒就倒 然后国外的Blogger 其实他经济规模非常的大 使用的人口非常的多 然后他们又提供付费的机制 你可以使用免费 也可以加一些钱 使用付费的 把广告拿掉 甚至是套用你自己的 自己的专属网址 所以他们有同时存在免费 跟付费的机制 那你就会比较安心 我就会比较安心啦 好 这个是Blogger的部分 好 那第三种呢 就是Webly内建的Blogger 那我们在网络行业懒人包里面 教学的官方网站呢 我是教最简单的Webly Webly架设官方网站 你刚看到的我自己的官方网站 就是用Webly架设的 Webly本身它内建的Blogger功能 而且它可以去定义 你要把某一个页面放成首页 或者是放成内页 那是你自己去定义的 那如果你想要把你的官方网站 跟你的官方Blogger 摆在同一个网站 不想拆开的话呢 那你可以用Webly 那你就可以把Webly的内建的Blogger功能 当成什么 当成最新消息 把它置顶变成首页 就是一登入你的网址 看到的其实是Blogger 然后Blogger只要你有更新讯息的话 它都会把最新讯息放在最上面 对不对 所以Blogger它其实就等于最新消息 你可以在Webly里面加官网的时候 把Webly内建的Blogger启用 这是我觉得还不错的方式 好那这一节 我们就先讲官方网站跟Blogger这两个 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讲下面的流量部分 下节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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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